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统计图表里面的圆形图 圆形图也有人称它叫做圆柄图和柄状图 那圆形图的组成竟然叫圆形图 当然跟圆形是有关的 圆形图就是将一个圆分成几个扇形的统计图表 那利用这些扇形呢我们可以描述像是数量啦比率啊或百分率之间的相对关系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这里有两个圆形图 一个是每日作息时间分配百分率 另外一个是圆游会饮料口味销售比率 圆形图的组成就是这样 一个圆分成好几个扇形 那我们会在里面写出它代表的数量 有时候是百分率 有时候是小数的比率 当然有时候也可以直接写数量 那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东西 也可以直接把那个东西名称写在里面 以这个图来看它就是利用不同的颜色来做说明 好比说这个颜色代表睡觉 那我们看这一块颜色的扇形占了25% 这一种颜色代表上课 它也占了25%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看出某个东西 它在全部的比率占的多还占的少 像我们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项颜色是写作业跟吃饭所占的时间是最少的 那看看旁边这个圆游会的饮料也一样 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出来 这个颜色最多 那这是西瓜汁 代表西瓜汁卖的最好 这就是利用圆形图来表示的统计图表